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千里迢迢真不容易 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见一面 我请尽全力 这个不辜负今天这个下午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这个时间节点恰好是 第九运的九子离火的开启的时间节点 又是全球政治经济 剧烈转型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聊一次天 还是很好的 其实大家对我不陌生 我再介绍一下 不是介绍简历 主要是讲一下子 我做研究和做学术的一个逻辑 我是上了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我学的是财政专业 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个学校 东北塞大学的前世辽亭财经学院 是苏联人原建的 其实那个学校的起步早已建国 当时为了培养中国的财政金融人才 建立这么个学校 所以他的整个阶线都是苏联的 我们入学的时候开始研究西方 那时候去研究西方财政学 西方税务 特别是研究美国 就变得极其时髦 但学校里面有很多年纪非常大的老师 都是留苏的 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福音先生 他已经过身了 他带的不是政客 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资本论已经变成选修课了 他就诱导我 要去读资本论 那个时候谁还读资本论 他送我一套 五三年中国的第一把的字笋文 他说你可以不读 但是你把它放在枕头边就行了 你跟他睡觉 我后来知道这一招狠狠 后来我用这一招 也处理我的孩子 也处理我好多朋友 重要的书放在枕头边 你晚上实在忍不住的时候 是有这一套书 所以就翻 另外他给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 因为在东北 那时候还有粗粮 百分之七十粗粮 细粮只有百分之三十 想吃馒头 想吃饺子 很奢侈 所以他诱惑我 如果你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星期天到我家里去 你可以吃饺子 害得我就使劲翻译三本书 找有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在大学 资本论 通都完了 而且下的功夫 与同学们相比是比较深的 后来我才知道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因为 其实人一辈子 真正读懂的书 有一两套就可以了 读讨论 读论 其实也没用过 等我大学毕业到了北京 级财政库的时候 我才开始体会 是资本论就是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其实就是资本论 只不过是 一套理论 随着时间的延伸 在新的时代里面 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后来 受马克思影响 形成了西方的 左翼的经济学理论 其实你说他们左翼 他们现在也很厉害 比如说 大家熟悉的耶伦 他就是 咸水派的经济学家 他的先生也是咸水派 他们与淡水派 就是芝加哥学派 所成的先民的对立 咸水派算是继承了 德国历史学派 和马克思的学说的 这样一个派别 在读完书之后 我进到北京工作 那个时候 北京中国改革开放 最快的时候 也最剧烈的时候 老同志都还在 广播的那个副部长 田一农同志 就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 他曾经在警察机编 去发过货币 16岁发币 那一年 他的学历是绰二 但非常成功 我们开始用一整套 新的东西去改造 旧的体系 所以理论上 我们这帮大学生 应该等西方 但实际上完全不懂 所以白天上班 晚上穿军大衣 水平板 找各种能找到的书和资料 那会儿的改 基本上就是和抄 中国必须用计划经济时代的 整个的财政体系 迅速进化到市场经济 那会儿我们国民 税收体质都是完整 上较利润 跟梁的这样的体系 在这个变额的过程中 拼命的学 所以我们那批人很多人 我本人就是在报纸上 甚至人民日报头版上 写文章 原因就是 因为要变了 你必须解释 你解释还不能 纯粹的一种感觉直觉 必须有它的理论依据 所以就学得比较快 再后来到财政部下属的 金融机构 我们经营开 中国经济开发性格投资公司 做信赖部的副作人 95年我就去了香港 当时负责香港的 国内参与之争谈判 负责了解和处理 香港财政机构事务的是 高强挺直 我们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 后来是到了 国务院当副部长 后来到了SARS的时候 卫生部部长 用直觉 我老说他是用鼻子 他觉得有问题 那一年是95年 他觉得中英谈判 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他说不清楚 因为他不是课班出身 所以掉一个人 我在财政部曾经编写 第一部财政部的年鉴 所以算笔案子 另外我能写大块文章 算懂 另外我这不是 八九年之后去了中金开吗 理论上我接触了金融 懂一点金融 所以他说 部里边安排你去吧 我95年去香港 我们今天聊稍微深一点 出门不算了 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说点情况 到香港是九月 95年九月 我约约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摸完 那时候 参老师还想 当时的事情可能并不了解 我们发现 坏了 英文在偷钱 时间非常短促 而且我的调查的方法 是在香港 调查英子 从香港转移走的资金量 这个时候发现 初步断定是五千亿磅 五千亿磅 如果是按当时的汇率的话 已经是差不多七万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连我都不敢相信 极其震撼 报 因为时间很紧 报 报了以后 部里也不相信 又查 查完也还不相信 再报 报了 我也不相信 再查 查查查查查 到了结了 七年了 后来 最大的频道说 回归再寄 放下了 所以 我就留下来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我开始 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理解整个的过程 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 到了 1999年 我知道 改不了了 盗窃已成现实 并且后来 显然 我盗窃的计算 偏于保守 从英国那边回算 大概差不多 将近一万亿磅 一万亿磅 夸张的时候 炒得接近 我们的 12万亿 人民币 这个事情 就变得极其严峻 你们今天看到的 香港的衰落 它的内因就是 被逃空了 它逃空的 这个经济学 原理也很有意思 上个世纪 美国有两个 两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在美国历史上 会极其重要 一个是经济学家 佛里德曼 大家的熟悉 我甚至读了 他所有的著作 经济学上 他是不是很厉害呢 我认为 他跟马克思 凯恩斯 不能相提并论 虽然他也算大师 但是他对 经济运行的 理解的深度 足够深 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保罗沃尔克 现在中国打贸易战 跟美国进行 生死的经济博弈 就是他的学生 那个女同学 1962年 贝莱纳德 他是算保罗沃尔克的 官门弟子 保罗沃尔克 是上个世纪 财政坚能操盘的 第一高手 就是他 在他精准操盘下 收拾了香港 收拾了日本 收拾了苏联 连战节节 挽救了 越战之后 极其脆弱的 美国经济 使美国得以在90年代 再次翻身 崛起 成为唯一的大战 整个的研究过程 可谓惊心动魄 因为研究到最后 我才理解 为什么财政 必须有一个证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远远超过了 经济学本身 萨切尔夫人 为什么 会偷钱 我前几年去英国 专门去了夏医院 去看了 萨切尔夫人的铜像 夏医院只有两个手下的铜像 一个是秋杰尔 以下萨切尔 陪同我的人 问我 我问他 为什么 是萨切尔 他说他很伟大 我说他伟大在哪里 是英文 他说 我知道 如果 不是他从香港 偷的那么多钱回来 上个世纪的 80年来的英国 经济要破产了 惨淡极了 中产阶级 已经报纸擦屁股了 弗里德曼是个了不起的学家 所以 萨切尔夫人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她每次飞到美国 都会去 知大去找弗里德曼 请教 怎么办 英国怎么办 弗里德曼非常明确地告诉他 必须尽心思路化 可能大家很难理解 就是大英帝国 在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70%的经济 体系 全部国有了 西线的社会主义 搞得有时候 比我们东线 更深刻而彻底 一会儿我们再讲 社会主义 和社会主义 萨切尔夫人 明白 必须将所有的国营机构 全部自由化 但是萨切尔夫人说 钱在哪 因为 要卖掉他们 钱 弗里德曼这个家伙 太坏了 本来他应该是一个 可以让我景仰一下子的 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是他在处理 这个问题上 他明确地告诉萨切尔夫人 香港有钱 香港作为 腾飞中的小龙 赐尔小龙里面 最牛的那条小龙 而且 可以将香港 迅速地资格化 并从中 把英国改革 需要的那笔钱 拿走 历史 有的时候并不像 史学家写的那样 比如说 197年 小球推动大球 中美关系 友好 跟球有关系 是197年 美元和黄金脱钩了 美国必须获得 崭新的信用支撑 他们选择了中国 当然 我们的伟人 也选择了 跟他们的和解 1982年 马岛爆发战争 阿根丁 打完了所有的英国殖民地 都在讨论 归属问题 萨切尔夫人 1983年 来中国 见邓阿平 我们很自豪 她摔了一个跟头 我们主权 要治权 也要 什么都不给 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我们胜利了 但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的是 萨切尔夫人 心里面 已有一二套法案 所以 1983年 12月 香港取消了 取消了港币的法币地位 主权法币的地位 变成了美元兑换券 诸位都去过香港 都用过港币 但是我知道 我今天带来 我知道 很少有人仔细看钱的 每一句话 这是人民币 这是港币 上面有四个小字 平跳继付 不管是汇丰的 扎打的 中银的 你拿这张纸 放在银行桌上 它就会按7.75 给你兑换成美元 从那天起 香港没有货币 这是美元兑换 香港的金融主权 1983年12月份 拱手相让 并且是获得我方 统一 1984年12月份 吉尔夫人跟赵紫阳 在人民大会堂 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其根本有个 附建三 关于香港土地问题 我们出让了 财政主权 然后香港在短短的 12年时间 房价涨了7倍 所有的香港 最优质的土地 都在英姿手上 香港 界限街以南 九龙 包括港岛 是英明王的资产 界限街以北 是我们租借给 英国政府的 那是政府的 租赁的资产 整个的处理的时候 其实 界限街以北 还是个农村 因为知道要还 所以它不经营 但界限街以南 经过了 这么长时间的经营 已经变得 非常有价值 整个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通过 超级地租 进行了套现 所以我最后 将之在理论上升华 借用马克思资本论 形成了我的超级地租 地租理论 来介绍香港过程 我自己感到 感到一些 我不能说叫悲壮 我是感到淒涼 就是我 1996年 已经完成的事情 发现的事情 36年过去了 现在是2024年 我没能阻止香港这场 没能阻止 香肠的一路下沉 今天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香港仍然在加速下沉 没停下来 我不敢想象 今年下半年 香港会发生什么 我只能是 一个基本的预见 还好大家可能在 香港没有自权 香港到了六七月份 就会出现房地产的全面爆破 崩溃性 今年年底 香港经济可能会出现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现在正在发生 正在进行史 所以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就是 你看到了 你说了 但你拦不住 略感安慰的是国内 我为什么在1999年 变成了香港的专栏作家 因为我知道 写报告没有用 我决定写文章 所以我成了 香港独要的 所有的报纸的专栏作家 还有新报月刊 亚洲周刊 两篇重要的文章 一篇是香港的超级帝宗 其实是介绍 香港是怎么被抢 还有一篇文章 是回到1983年 这是谈金融问题的 第一是谈财 第二 第二盘金融 香港的金融 怎样堕落 怎样衰落 怎样变成了 一个劫略的工具 整个的研究历程 形成了我自己 对香港 对中国 对世界 一套看法 也算是我的 这个研究过程中 慢慢形成的 一整套的方法 我回北京 经常会 因为我跟社科院的关系 比较密切一些 就会跟清华北大 清北的老师们 有剧烈冲突 因为 我使用的方法 是笨的 我是学财政的 我通常 就是看 一个国家 像美国 我连读28年 不但是读联邦预算 还读州预算 英国 日本 中国 香港 台湾 我都是连续跟东西 超过28米 我更像是个老中医 切脉切了28米 我知道他病成啥样 什么时候会死 我知道 但你知道 这不符合当代 经济学的研究的方法 所以经常会有剧烈的冲突 有的时候冲突 非常激烈 但 我一直在强调 所以我的好朋友们 同学们知道 我主张 用无违法 看世界 不沉浸在有违法里 我今天 一再地 跟大家讲 请 用有违法 打开你的视野 请你 上帝视角 看世界 看人生 看一切事物 那么 什么叫有违法 什么叫无违法呢 当水 当水 冰到零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冷 当水 到一百度沸腾的时候 你会觉得热 冷和热 是有违法 结冰 和沸腾 就是无违法 它是现象 跟你没关系 当你带入 第一人称 我 当你带入 第二人称 你 当你带入 第三人称 他的时候 他变得有违法 因为那是看法 看法 很重要 但是看法 会带着习性 将事实 脱离 它的本质 和真相 特别是 不是第一人称的时候 很容易偏离 其实 处理大多数问题 特别处理投资的时候 务必 要用基本的逻辑和方法 简历介绍的时间长一点 我接着往下走 我今天尽可能的 按照这个教案走 这个教案 曾老师他们弄得很好 但是我今天挑 今天 今日的重点 往下走 大概讲六个内容 但可能 讲不了 那个全时间的问题 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第二个环节 讲那么多理论 但不能没有理由 就是经济增长的 一个经济学逻辑 这涉及到 我对香港经济的 基本判断 也是涉及到 我对我国经济的 基本判断 我已经写到香港当代史 只是不能发表 因为太多参与 盗窃的人 都活着 而且他们很厉害 我发表不怕 给我添麻烦 所以我存在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是 我对香港的 750万人的 一个基本交代 包括曾老师 在美香港的朋友 对我极好极好 所以我有时候想 我需要留一点东西 也是为了香港的孩子们 他们很可怜 他们变成了黑衣人 他们走上了街头 像个风格一样 但我对经济的研究 我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如果英国人不偷 这一半一半 每一个香港的家庭 至少是千万富豪 起步 每一个香港的孩子 都会受到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教育 因为一万一磅 不被偷走 香港今天要比瑞士 至少比瑞士强两倍 整个的经济增量 因为香港那个时候 1983年 已经有四万家制造业企业 电子标表新 香港已经是占据 全球市场百分之八十 玩具三分之一 还有化妆品 还有成一制造等等 用短短的十二年时间 将四万家制造业企业 全部抹平 没了 可能有四分之一 进入广东 中国广东发展起来 剩下三万家 全部由传业资本 转分金融资本 然后回到英国 极为残酷 只是 如果你不进行研究 你完全看不到 我国 12年 我曾经写过一篇万字长文 也是纯洁 然后 托朋友 带十本 进北京 因为我想赶在 十八大之前 跟一些必须说的话 说清楚 因为 我知道 我们也开始进入 12年的时候 开始进入超级地租模式 因是2008年 内场风暴 美国的次产风暴 美国出现经济危机 在凤凰卫视 在做一期 环球专访 那里边有 我按规计 不提别人的名字 有一个幸福的 有一个幸福的 老板进来说 今天呢 请卢先生 保持可知 因为 这是直播 北京呢 领导来看 我就不能激动 但是 你知道那天 太过的 美国的最牛的投资机构 开始说 中国 必须 大力 发展 房地产 我一听 不 研究香港的超级地租 我一听 要出事 后来 果然 以高胜为代表的 所有的机构 都在中国 成立了房地产 投资基金 后来你们就看到了 今天的皮带的事情了 他就会进入到 一个非常猖狂的状况 迅速的膨胀资产 转移 跟当年香港 日本 苏联 同质性 还好 还好 我国的体量足够大 纵深足够 所以我们虽然 被拿走了一部分钱 我 2022年的时候 说是 三万亿美元 后来 北京的朋友说 五万亿美元 五万亿真的不少钱 和人民币 三十万亿了 为什么 房地产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 股市不行了 为什么 百业萧条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讲的东西 决定经济增长的 原因只有一个 un new i 资本积累率 请大家记着 所有不说资本积累率 来讨论经济增长的 都是 不能说耍油吗 可能是要骗你 因为 必须是资本积累率 保持一个水平 一个国家 才能增长 为什么所有的 经济学家 或者是专家 不愿意讨论 资本积累率 因为 资本积累率 是一个非常残酷 冷峻 有时候不人性的 一个学历 资本积累率 的产生 在西方 靠的就是殖民 靠的是掠地 杀人 抢 抢钱 这个残忍呢 后来大家不谈资本积累率 谈制度约约性 碰到中国 制度约约性 不太好谈 前两天戴琪 在欧洲说 中国的制度非常有效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做成经济学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 我跟清北的经济学家 剧烈的争论 就是这个事情 这回过完春节 又举了趟欧洲 再次在欧洲 讨论这个事情 原因就是 我说你们不理解 新中国 是因为你们的经济学 学的有问题 你们的老师不对 毛泽东 周恩来这一代人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将之称之为革命 经济学上 没有革命这个词 所以我将毛泽东的 土改和工商业改造 称之为资产重组 如果他不进行 彻底的资产重组 他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本 完成中国工业化 当然 所以才有那么多作家 好像莫言 好像张玉萌 好像最近 中国这几十年 比较好的导演 都在控诉土改文革 他都在控诉 因为 他使得中国扁平了 谢谢 他使得中国扁平 但是你们知道吗 1949年之后 一直到1979年 中国的资本积累 从来没有低过十过 最惨烈的高度 是大跃进 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为什么会饿死人呢 全部积累了 一种高强度的 没有办法去殖民别人 而通过自己 节一缩时的资本积累 迅速的在三十年之间 完成了别人三百年的事情 完成了工业化 我听了 我看了 我都感动 想落泪 外国人不懂 他们认为 我们和他们一样 不是剥削 掠夺外国人 就是剥削了自己的老百姓 我说我大学 毕业到财政后 在文教师 在行财处 没有机会 看我国领导人的工资表 我看了毛泽东 他在我国工资 不是几包的 多少期工资比他高 那点钱 那个状态 外国人不理解 也就行了 中国人必须学会理解 这个概念 没有资本积累率 一切都是网谈 制度优越性 如果不能表达 为资本积累率 例如阿根平 毫无疑 在中国还是幸运的 我们的前30年 资本积累率 保持在10以上 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从79年算起 从80年开始 第一个10年 也是在10以上 第二个10年 也是在10以上 第三个10年 住问题了 因为这个问题 我不说这个学校了 我去这个学校演讲 这个学校 校场紧张到 把那个教室取消了 我只能在那个门口的 书店 去做一次演讲 他们觉得 你不能再说了 因为 我为什么2012年 会写万字长文 我知道资本积累率 又要掉下来 一会儿我讲资本的 三流流向流量和流速 我知道会发生一件事情 我想提个醒 但所有人都害怕 醒来 所以经济局复杂吗 不复杂 你说一个资本积累率 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会很难吗 很难计算吗 当然不难 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会计算 会告诉你 今日资本积累率 是多少了吗 为什么会变负呢 我刚才算了 如是五万亿 三十万亿走啊 资本积累到 别的国家去了 它能够付吗 有人问 香港怎么了 我说你去算 它资本积累率 它怎么了 它能够完蛋吗 剩下六千亿 财政结余 我年跟陈茂多数 我说2024年 要花掉三千亿 赤字啊 2025年再花掉三千亿 我说财野 你可能是香港历史上 第一个需要要饭的财野 到2027年的时候 你还在任呢 你可能就成为 中国的老少边境地区 要向中央政府要补贴的 就这么惨烈 钱都走了 人也走了 钱也走了 如果 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地方 当然豪博成都 不能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 长远的经济增长 靠什么呢 当然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率的成长 有内部性 有外部性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今天我们不展开它 我抓紧时间 再补一个 没写 没写装学 经济增长是 资本积累率 疫情之后 我就开了个小平台 给大家 讲讲课 聊聊天 也讲一些经济学 也讲一些投资 也讲一些 我的老师教我的 古文 包括新学 和谈唱文集 下个月还是讲 中庸 讲完中庸就不再讲了 因为我觉得 我把时间和经济都放在这上了 不可耻 我今天想 多加一个 经济学问题 因为 昨天晚上 我跟大家念 念叨一下子 最近这段时间 香港的基金经理们 国内的基金经理们 都很生我的气 我看到互联网上 一些大咖子 攻击我 他们生气声 我约列在三年前 给我的朋友们 网友们 送了四个字 短股 长金 我的意思就是 股票在一个 货币重制的过程中 有一定的空间 但它不是根本 可能在A股上会的 长金呢 就是长期持有黄金 食物金 纸金 或者是与金相关联的 股票 我也是一项 资金矿业这样 当时被一些 朋友 嘲讽 我就觉得 全世界的分析师 都不是这样分析的 我来在县堂 我经常会遇到 金融口的一些 朋友 他们要逻辑 我就给他们 听什么给你们逻辑 今天我决定给大家 你办案一个事物 必须用 不违法 不能有违法 你不能说 你觉得 做投资一定错 为什么在 查夺三年前 我为什么 决定 提出这四个字 原因是 我有一个自己计算 实质利率的公式 我今天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公式 既不科学 也没有逻辑 甚至不经济学 经常遭遇大家的评 问题是它很好用 这个公式 就是实质利率 就是实质利率 等于 名誉利率 减CPI 通常的实质利率 就是这样计算了 但我后面还有一个 再减 扩乎 MR增速 减 GDP 扩乎 你拿这个公式 今天算一下 中国的实质利率 它一定是负的 你再算一下子 美国的实质利率 你就知道 我们讨论的问题 有多么重要 那一年 特朗普开始撒钱 所有的人 没有注意到 那一年的 美国的MR的增速 是29 那一年 美国的GDP 是负的 那一年 美国的CPI 零 美国的 零一粒利 也趋近于零 总的算来 就是差不多30 但是你知道 我是常年观察的 吓到我了 30意味着 100块钱的美元 到了第二年 实质购买力 只剩下70块钱 所以我 提出了短股场景 可能早了一些 但 你懂得 如不早 那你怎么会是 最优秀的投资者 我国的 计算方法 一直存在 问题 就是 我国对 实质负利率的计算 一直是不准的 为什么会出现 房地产的奇迹 就是因为 实质负利率 超过10了 它一定表达为 资产价格 或货币价格 如货币价格 不做表达 一定是 资产价格充分表达 最近我们看到 美股的状况 美国房地产状况 黄金的状况 通通是由 这个公式 来定义 记住他 没事 就算了 算一算 中国的 算一算美国的 算一算日本 算一算欧洲的 你大概也知道 是个什么状况 应该 怎样做 特别是 做外贸的 或有境外资产的 都没有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弄利索 好 这算是 小 薪职生产 力与薪职生产 关系 AI 人工智能的 事情 本不应该 由我来讲 因为我觉得 这涉及到 复杂的科学 应该由科学家 来讲 或者是 应该由 像 孙老师这样的 懂科学的 精学家 来讲 我头胆来讲 是因为 我知道 我 我看到的 东西 和 这个科学家 看到的 不太一样 2015年 我的老师 从哈佛回来 到北京过年 我就给他拜访 他就问我 你给我说说 什么是乔尔店 像一个 一个研究社会 学的教授 哲学教授 你怎么 对乔尔店 感兴趣 他就说 我得简单的 说一下 好歹我也看书 都没有介绍 他什么 他看我 那他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就知道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我说 你想好 后来他说 那 美国人是将 2015年 作为 区块链元年 甚至将之定义为 数字经济元年 它的经济学含义 是这样的 从那一年开始 资本的载体 发生了变化 其实是学哲学 挺有用的 2015年 他说资本的载体 再也不是砖头 是德塔 所以李嘉诚 2015年开始 抛售 所以 许先生前的经济税 是从 2015年开始 抛售的人 到了2017年 场落抛售的 主要的 抛售掉了 剩余的部分 就好办了 所以 今年 曾老师 上个月是吧 李先生 开始卖最后的 那点东西 请注意 李先生 现在的 负债资产比率 是1.2 他基本上 没借钱 他打折卖 他的房子 打多少 他的 房子的成本 全部成本 是2万8 一吃 他2万2就卖 属于抛售性质 杂盘性质 那么 其他地产商 比如大家熟悉的 新世界 负债比率是 85 基本上 没旧的可能性 那么 中资 全部在1倍以上 香港 很快就是 新风训 我估计 负债比率超过 30 就过了经济线 50 超过30 过了50 基本上 是要辞账的 你们说 薪质生产力 和薪质生产关系 是不是很重的 那么 资本的载体 变了 你们的工作 是不是要变呢 你们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要变呢 你们的子女的 学习方向 和就业方向 是不是要变的 一会儿我讲AI AI是个什么 用中文 怎么表达 陈老师 你们帮我做 这个课件的时候 把那个中文 给你 你没写上学过 我去找一张一个字 那是个道家的字 没事 我一会儿讲 我想说的是 两个 一个是资本的载体 历史性的转移了 不会再回去了 不会再回砖头身上了 永远的转移了 我不是说房地产 永远没有机会 我是说机会不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如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讲一个历史和一个未来 历史都是讲 瓦特发明蒸汽机 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 你家里有百亩凉田 你绝对是二世主 很牛的 住去以后 很厉害 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 资本的载体 再也不是农田了 你如果不拥有 城里的豪宅 不拥有 金融机构 或者上市公司 不拥有工厂 其实 你就是个独朗 而且你的资产 账面上没缩水 但在全世界的总资产比例之中 迅速的有百分之百 变成了只剩下百分之五 你变得没有更穷 是别人变得更富的 AI会导致什么现象呢 此时是2024年 十年之后 德卡人工智能创造的 新的数字资产的比重 将占未来总资产 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而现在 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有资产 最后压缩为百分之三十 新值生产力 意味着财富的创造 和资产载体的转移 新值生产关系 将必然因 新值生产力的发展 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只是多数的朋友 未必能做到先知 先觉 请你们 现在就开始努力 跑在前面 一会儿我再讲 一些具体的内容 我为什么说新值生产关系 因为 今年的2月24号 大年战争十五 广东 率先开启 新值生产力的东南大会 在深圳省里收集奖 广州市里收集奖 深圳市里收集奖 因为上午9点开 所以香港商报的编辑就把链接给了我 我在床上一直跟着他们开会 看 看了以后 他们没有提新值生产关系 就很惊讶 随后云南 不是 湖南 开始提出来 这个问题了 他们开始要做一些非常重的 他们要开始进行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肯定涉及着十点关系 后来 曾老师带我去了杭州 我们也是这样的课 这样的堂课 我那天冒了一句话 在杭州 杭州这边 就又请我去一次 因为我说杭州五年之内 如果做对了 是有机会超越深圳的 因为我那天听了深圳的讲话 我知道他不懂 就是深圳的书记 没有理解什么叫新值生产地 更加没有理解什么叫新值生产关系 他说了一大堆的话 都是定租经济逻辑 跟新值生产关系 没有一毛钱关系 今天来成都 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说 我说过没有听到成都这边的事情 我不知道 是否理解了 如理解 它一定是一个有机会 创造奇迹的城市 如果没有理解的话 那么在新值生产关系 调整上迈下来 那么就会迅速地被懂得城市超越 杭州第二次讲的时候 我比较详细地讲了 新值生产关系的特征 就是如你想发展新值生产力 你只提新值生产力是没有意义的 是新值生产力刺激了新值生产关系 还是新值生产关系 带动了新值生产力 其实二者无二无别 如你真的将经历 只放在新值生产力 你认为有几个科学家 或者是你认为开了几个AI的工厂 你就解决问题了 错 特错 好 今天我尽量地就把理论问题压缩到最低 顺着第三个问题 就是三流的问题 好多可能没有知道我说的这个三流 这是一个基本的分寸心行家 就是通常我们对一个地方 一个机构的理解 离不开三流的观察 第一个是观察流向 我上次在杭州的时候 我问钱 为什么从东北去深圳 去广州 去杭州 钱 为什么从中国变成房子 最后去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钱又没长腿 但钱是有流向的 流向 非常重要 因为一定是 出现了某种情况 保持钱 离开一个地方 走向另外一个地方 如不能理解 流向的原因 你怎能治理一个区域的经济 当然 作为一个投资者 看不到流向变了 那么 你怎么会做正确的投资呢 我说A股 当你发现大规模的资本 撤离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的股票怎么做 它不是光撤离资本市场 甚至撤离一切市场 怎么做呢 三流的第二个问题是流量 流量 是一个点 十点的盖 就是盘子 有多大 好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 拼命的告诉我国领导人 说中国的MR太高了 300万亿 300万亿是多了还是少了 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流量的概念 你才能真正懂流量的含义 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如果这个地方资本严重去确 流量严重不足 真的是有问题的 我国从2022年开始到2023年变得严峻 2024年变得极其严峻 就是基础货币严重不足 我国的经济学家确实有发解是基础货币问题 因为我国的货币发行没有立法 它是人民银行 就是央行这些 央行用外汇存底作为发钞一句发钞的 外汇存底不够 基础货币严重不足 而MR导致它出现那么大的状况 以至于我国在财政和金融之地上 走一段天路 以至于三农全会都没开 开不了 因为整个非常激烈 挺难的 不知道该听谁的 因为所有应该听的人 应该说话的人全是错的 而不应该听的人 可能有机会是对的 三指流速 请记住三流的概念 你不管看一间企业 看一个国家 看一个地区 看一个货币 都要用三流 流速 流速 我要说流速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回到费血定律 Money乘以微速度 等于PQ Q是总商品 P是总价速 M是资金 V是流速 什么叫加息 加息就是降低V的速度吗 一定要正确理解 加息 目的 目的不是降低资产价格 是降低速度 一旦降低速度 会出现什么情况 Q总量 初始阶段不会下降 P一定会下降 就是我们理解的 通缩 衰退 我大笑条 六月份 是减息还是加息呢 我不知道美联储 我不知道财政部 但我是理解 贝莱纳德这个女孩 不是女孩 六二年 我理解了 她想加息 因为这是最后一拳 美国非常痛苦 非常困难 35万亿的 美国国债 年底 她会到38万亿 她非常痛苦 但她必须 打出这七场拳去 我们理解了 流向流量和流速 我国的经济政策 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不断地降低V 同时从全世界 把M吸过去 以至于全世界的 先是P下来 然后Q彻底崩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 天下大乱 其实在流速上面 他们在做手脚 而且这个事情 六月份之后 会非常极端 请注意观察 讲流向 流量和流速 通常是作为我研究经济的重要工具 我今天讲的三个东西 你都得记录 资本积累率 实质负利率 和三流 美国为一个 研究经济的基本框架 其实不是我研究的 是哪个资本上都有的 季节呢 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区域流动 结构性流动 等等的 我现在情况 比如说资本的外逃 走资 沉默 在房地产是沉默 空转 就是在银行体系里边 把M2造的天那么大 为什么要把M2造的天那么大 就是要吓唬我领导人 你看M2都已经300亿了 其实钱不高 严重了几群 多多毛细虚观 都在慢慢失去 经济状况是 令人担忧的 但能把事情说清楚 又是那么的困难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好 我讲几句国家资格 为什么讲国家资格 是因为 薪质生产力 将导致中国的生产关系 出现 剧烈的变革 今年春节回北京 不顾力的同志吃饭 我说过一段话 我说 我们的财政部不知道 我 我 此时的资产状况 甚至也不了解 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不知道我 可以原谅 他也不知道 拜登的资产状况 和收支情况 他也不知道 普京 我国的财政部 因为 他是很出纳 他是国家的出纳 他从来不管 国家资管的市场 可是美国 我95年去访问美国 美国财政部 有海外资金局 是他最大的局势 副部级单位 海外资金局 不但管 他还有司法权 请注意 他能发船票 他还有执法权 请注意 他拿着工作证 可以把枪了 是美国财政部 抓住了万州 我们有时候 可能不理解 国家资管的含义 在AI人工智能 迅速完成进化的情况下 我国必须非常清楚的理解 我刚才说的那三流 我国要懂 区域间资本的流向 国家间资本的流向 行业间的流向 产业间的流向 我国如果不懂 不看 不管 你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用什么表达 所以我说 国家资管 不是国家资本主 AI人工智能 将天然的使人类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而国家资管 确实是完成 一个国家 社会主义属性的 一个必有之路 当然了 国家资管 将导致中央和地方的 一种迅速的分权 中央政府将实施 全球的资管 而是信息和资本流向 流量和多数据管理 地方政府将完成 这个社会保障 和这个基础的建设 待会我讲一点 我讲一点点 涉及到地方政府工作的内容 国家资管 才是第一国防 事实上 事实上 到今天 在核武器的 核威射的条件下 一个国家 与另外一个国家 以军事的方式 解决问题和矛盾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难道 前苏联 军事能力弱吗 苏联红军 不够强大吗 其实日本的军事能力 如果认真排名的话 也进入全世界墙 除了核武器 有意义吗 我将1985年的 广场协议 导致最后日本丧失 现在差不多40年了 我管它定义为 平成战败 一个国家 在50年之内 一次是被 两个人的弹 干死 第二次 是被一张协议 广场协议干死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资管 相当于 没有经济国防 因为它不知道 它甚至不知道怎么来 敌人又是怎么走的 就像香港 今天 跟香港的朋友们聊天 当我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们百感交集 但你知道 香港本地的专家和学者 不包括孙老师 因为他当时想 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对 萨切尔夫人偷钱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感觉 今天 你说出来 他们都会瞪很大的眼睛 看着 真的吗 他们更多的是认为 制度上 回归了 出了问题 所以香港 开始出各个问题 甚至抱怨 中央政府 或者是其他 但没有人把这段历史写 我为什么要写香港当代史 我知道再不写这事情 它有这个病史传染 它会变成大陆病 日本 一场广场协议 解决了 71年 美元跟黄金 脱钩之后 特别是1975年 越战结束之后 美国遭透了的经济 那个时候 美国完全无法质疑 本土经济 必须经过 新一轮的资产重组 来解决 托里德曼的设计方法 跟给萨切尔的主意差不多 保罗沃克操道 开始动 日本的汇率 最近日本的汇率又在动 开始动日本的汇率 从日本截略 美国急需的那份现金 同时着手苏联 苏联结体之后 形成对美国欧洲的 二次货币充值 美元充值之后 黄金从高峰期850美元 跌到210美元 美元又值钱了 充值了 在苏联结体之后 终于获得了足够的财富 我老说 默克尔夫人用坦克 用马克代替坦克 统一楼 我这儿 我又重新建立了欧元区 我国是一个财政金融 不设防的国家 我们没有财政的一道防火墙 或者是我没有金融的防火墙 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必须建立完整的国家资管 在AI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采集全世界的数据 形成我们的大型数据库 所以我说 我们组里边的同志们 可能只有10%留下来做收入 剩下的90% 可能五六千人 我是组里同志们 你们将成为马 听完以后说 陆先生你能不能不要再回北京吗 可能结论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国家资管 将在线上 你们在线下一会儿打排球 一会儿打毛 你这准行的 所以我说 变革会比我们想象的快 因为当我国的领导人 一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就会变成国家资管 一个不国家资管的国家 你没办法讨论货币的价值 你既不了解 其他国家的资产和资本流 存留状况和流轶的情况 你也不了解你自己的 你如何来决定 最合理的税收结构 你如何能够为一个货币 去权衡一个最合理的价值 我将他提到 第一国防的高度 我也不展开了 一会儿你记得提醒我 我的时间到了 这地区 我不能把同学们的时间都给占 这礼节就过